大家好,我是波卡多 之前整理过关于魔洞王结局后的故事 OVA最后的魔法大战 那这次要来继续整理最后魔法大战之后的故事 魔洞王冒险篇 那么就话不多说,开始啰 最后的魔法大战事件过后 在月球的人们发现了 当时常恶族他们遗留在月球表面的暗之塔 并找到了一颗神秘的石头 那颗是类似动画一开始 唤醒三只魔洞王的魔洞石 而这颗魔洞石呢 即将被运回地球做研究 这时主角操作火之魔洞王的大地 在地球的家里突然感知到那颗魔洞石的存在 并在电视中得知 那颗魔洞石已被发现并被带走这件事 而这里还带出了大地的家人 还有出现在魔洞王本传里大地心心念念的妈妈 而在另外一边 待在月球的操作风之魔洞王的卡斯 以及操作水之魔洞王的拉比 也同样有感应到那颗魔洞石 但正好的是 他们俩要搭往地球去找大地的太空船 就是护送那颗魔洞石的那艘 在搭机前 卡斯还遇到了动画本边常出现的胡萝卜博士 并与他一起搭乘 但拉比那边却因为遇到了卡斯的爷爷 因错阳差之下 错过了那班太空船 不过好在遇到熟人奥赛罗与多米诺 还因此搭上了他们的宇宙战舰 飞向外太空 但这时 卡斯乘坐的那艘太空船 却遇到了最凶恶的宇宙海贼 挪文卑斯团的袭击 虽然卡斯拥有惊人的战力 但还是被抓住 因此整艘太空船就落入了宇宙海贼的手中 而他们的目标就是那颗魔洞石 而宇宙海贼首领 还直接将卡斯抓到他面前 并展示了暗之魔法阵 并说明了他在援救月球时 得知了魔洞王室 也知道卡斯就是风之魔洞战士 还表明他并非邪动族 而是一般人类 他的目的就是要用那颗魔洞石 来启动他所制造的机器魔洞王 也就是这只暗黑地洞王 打算运用他来支配地球与月球 而将卡斯抓来的目的 就是要运用暗之魔法阵 来吸收他的魔洞力 成为暗黑地洞王的能量来源 大帝在得知卡斯所搭成的太空船 被宇宙海贼劫持后 便误打误撞地认识了 开货运飞船的阿信 与他的跟班玛丽亚 还因此搭上了他们的货运飞船 并在太空中碰巧地与拉比他们会合 会合后 他们先去月球的海贼黑市打听消息 但一无所获 而宇宙海贼首领那边 由于卡斯一人的魔洞力 根本不够操作暗黑地洞王 得知大帝他们在月球时 便打算将他们抓住 并夺取更多的魔洞力 来用于那只魔洞王 于是他们便来到月球上方 藉由卡斯放出的魔洞力 开始到处破坏 引诱大帝他们前来 大帝他们发现后 便过去查看 然后一路上使用魔洞力 挡下了许多攻击 最终除了拉比的熟人 奥赛罗与多米诺外 大帝他们都潜入了宇宙海贼的基地 到里头便兵分两路 大帝与阿信他们去寻找卡斯 拉帝与玛丽亚 则是带着被抓走的乘客逃离这里 但在途中 拉帝却被困在陷阱装置里 大帝那边则是遇到了海贼的首领 还被他直接送入了 暗黑地支魔洞王的体内 跟着卡斯一起变成了 这支魔洞王的魔洞力来源 这让一切都往坏的方向发展时 地支魔洞王的声音 突然传到了大帝的耳里 要他不要被邪恶的心给迷惑 便告诉他 保有光之星就什么都不用怕 这一番话也使得大帝发现了 逃出这的出口 就在此时 拉帝用了他的魔洞力 破坏掉了陷阱 来到了大帝他们所在的地方 海贼首领便打算操作 暗黑地洞王来攻击 此时阿信将刀投了出去 破坏掉了电线 使得暗黑地洞王遭受电击 无法动弹 大帝他们也找到了时机 从这支魔洞王体内逃了出去 这时奥赛罗与多米洛 开着战舰前来协助 并且已通知 正义的机动宇宙军过来帮忙 被抓走的乘客也因此获救 但没想到此不死心的海贼首领 使用了巨大魔法阵 在此刻奥赛罗放出了一枚炮弹 直接将这只魔洞王给提到 魔洞石也掉了出来 在一时之间暗黑地洞王也失去了动力 打倒的同时 整个海贼据点也开始崩坏 再把魔洞石给拿回 并将海贼首领给抓住后 大帝他们一伙变搭成奥赛罗的战舰 飞回了月球 而关于大帝魔洞王的冒险 也在此正式的告一段落咯 那以上就是 魔洞王最后的OVA冒险篇的整理回顾啦 从故事里其实可以得知 虽然魔洞石在动画 是召唤三只正义方魔洞王的重要道具 但是只要有邪恶之心 这道具所创造出来的魔洞王 也有可能飞散类 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取决于自己的内心 虽然整部故事中 是没有出现三只正义的魔洞王出来战斗 实在有点可惜 但或许这部OVA就是要告诉当年的我们 就算没有巨大机器人的加持 只要相信自己并跟伙伴一起合作下 很多事都能迎刃而解的 希望这样的整理 能让各位回忆起 这部跟《魔神英雄传》一样经典的动画咯 那我是郭卡多 喜欢我影片欢迎分享或订阅 那不开店就下次见咯